欢迎收看1500整点新闻 我是浩婷一起来关心 国内的疫情持续趋缓 今天本土病例加零 那么阿丁部长他说 由于疫情稳定 所以11月2号之后 将会再有相关的规定放宽 大家很好奇 是否大幅的放宽降级 到一级的警戒 人去观察 一起来听 记者会原则上停开 记者原则上提开 所以在这个 境外移入等等 我们都相关的这些案例数 我们当天就用新闻稿的方式来发布 所以在礼拜天除了有重大的新闻之外 我们礼拜天原则上就先停开 之前很关心说 AZ会不会有那种气打潮的问题 所以有没有像是说 我们AZ昨天约了多少 实际到多少的一些数字 可以参考我们AZ的 就是整个状况 在昨天施打AZ 并没有像大家在想象可能之中的 这样的一个所谓的打气低迷 大致上它跟以往是一样 它大概以昨天爆出来的量 预约量71000 实际接种量63,527 接种率大概89.3% 那以往我们在第一时间爆上来 大概也都是9成 然后在第二天还在增加一些 它是昨天里面预约 以我们的预约平台现在爆上来 目前它是 等于是接种率是最高的 11月2号 我们大概上 基本上有相关的一些放宽 那是一定会做的 因为毕竟现在疫情还是稳定 但是要大幅的放宽 可能还值得我们在观察 最近北台湾天气变化很快 所以有些人开始有点 吐咳嗽感冒了 那阿零部长也认为说 这件事大意不得 因为天气变化快 很可能造成疫情传播更快 特别是今年7月份 英国发生了 Delta变异株的AY.4.2 它的病毒传播力 是比Delta病毒高出15% 我们还是会看这个 整个世界上 比如说WHO 或者是美国CDC 或者是欧盟CDC 针对这样的一个新的 品系的这一个认定 说的就是有Delta Plus 支撑的亚细变异株AY.4.2 引发全球高度关注 因为可能和英国近期病例飙升 有所关联 即便目前台湾还没减出 但变异株变数多 不能掉以轻心 它本身的重症比例跟死亡率 在国外报导都没有特定的一个问题 所以我们目前是可以先观察 目前邻近国家 孟加拉有5比AY.4.2通报 新加坡2例 日本1例 在亚洲人相当少见 再看到美国有9例通报 加拿大也有6例 这些国家都是个位数 不过看看英国 截至20号统计 已经有15120例 英国发现这个新变异株 可能传播力增加10%到15% 还得等国际更多证据 但至少目前看起来对亚洲影响较小 不过感染新冠后 怎么防重症 怎么让治疗更有效 我们的清冠1号也有升级版 加了一些去支持身体 改善呼吸循环的一些药物 国家中医药研究所发表成果 早已开始用的清冠1号 对于轻度或中度住院患者 转入ICU或插管比率 可以减少80% 最近将在推出清冠2号 对于重度患者重症死亡率 可以减少超过50% 不过考量国内个案较少 清冠2号不排除与国外药厂合作 让研究更有说服力 第一本新闻综合报道 打疫苗这件事大家都有个想法 说如果地点禁又方便 那么当然去接种的医院是高的 针对医疗院所的疫苗施打量能开不出来 台北市的民意代表有意见了 说市长柯文哲 平常就是因为你不跟私立医院的高层打好关系 所以叫不动医院 也批评台北市的卫生局长 是不是缺乏用心 大声喊怨 柯文哲为了医疗施打量能 极度隔空杠中央 意外挖洞给自己 北市府竟然叫不动医院 其他的县市他们是平常就 尽可能的去跟医疗院所 保持好的关系 那不管是用请托的 用拜托的 告诉他们说民众的需求也好 柯文哲认为问题在中央 但议员许巧心点名 卫生局长黄世杰没用心 否则也不会变这样 并说副市长蔡炳坤 出身教育界跟医界不熟 北市需要拓点增加量能 自然势不上力 除了医疗量能 议员梁文杰也在脸书批评 中央宣布开放第13期疫苗 AZ混打BNT 之前陈佩琪一直呼吁快混打 现在可以了 柯文哲又说在诊人 这一对夫妻让人烦透了 柯文哲隔空校正中央 蓝绿从中找到破口 刺激攻击 TPBS新闻 黄冠维立拼 台北报道 最近的连线话题 要带你来关注台中立委 陈伯伟的罢免案投票 那么再过不到一个小时 就要来结束投票了 台中现在看得出来 是出了一个大太阳 那么台中市的 宣委会有一个推估 说过去经验是这样的 下午才出门投票的民众 将集中在 现在到四点钟 这一个小时时间 观察情形如何 交给资讯记者洪采伦 采伦 好 距离下午四点 投票截止的时间 是不到一个小时了 我们在台中 乌日区的九德国小 而由于辖区这个九德里 在以前曾经是台中市 里人数最多的地方 所以光是在九德国小 我们也可以看到 这里就有七个投开票所 有不少的民众 进来投票的时候 刚刚都是先到这里 来查看他的位置 可能要怎么走 他所属的 投开票所的位置在哪里 所以在刚刚 我们也发现了 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而当然 在这个根据 台中市选委会 以前的经验 如果是下午才要出门 来投票的民众 大多都会集中在三点到四点 这个午休过后 天气转凉的时间点 有些甚至是三点半过后 来投票 顺便在现场 看开票的情况 而刚刚我们稍早 也询问了中选会 在台中市的这个选委会 他在今天的投票率部分 他们强调 还是会在开完票之后 才会有更明确 确定的数字 目前都是预估的状况 但也因为台中的天气状况良好 早上天气凉凉的 而下午虽然现在有点热 但至少没有下雨 也不太影响到 原本民众要来投票的主要意愿 而上午的投票秩序 大致良好 有些因为法令 有些不了解 所以投开票所的主管 都有协助解释 民众也都是顺利投票了 学会说呢 在四点结束投票之后 预估五六点左右 就可以完成开票作业了 而各个投开票所的 开票报告表 会先送到 这个数字会先送到区公所 登陆到电脑 就可以同步连线到 台中市选文会的电脑 也能看到最精准的开票数字 我们现在人在九德国小 这里有七个投开票所 还是可以看到呢 午休过后 陆续有民众进到学校这边来 要来准备投票 当然先看一下 他们所处的这个理 以及相对应 要去投开票所的位置 再进一步去投票 以上是我们在九德国小 掌握到的最新资讯 镜头交完棚内 谢谢财伦以及外场同仁 那么就来看 早上也投过票的陈柏维 他说呢 结果是由大家来决定 那当年啊 输给他的前立委 颜宽和 则是面对镜头说 平常心 行使公民权 被人群媒体包围 立委陈柏维一早九点 就抵达台中龙峰国小 行使公民权投票 他的脸色稍微紧绷 团队紧跟在后 疫情关系比起之前投票 现在多了防疫 关卡 酒精消毒 还有量体温 应该是要先回办公室 然后因为我们现在有五个 我们这里有五个区嘛 那五个区非常大 所以我们现在有很多人 在监票所 就是像蜘蛛网一样 他们看我们里面 整理讯息回报 陈柏维完成投票 要离开 脸上才稍稍放松 他也表示 结局有大家决定 接下来也将跟着监票 等结果 时间错开来到十点 前对手严宽恒 穿着绳蓝衬衫 一个人也到保安宫 残酷投票 不同陈柏维 他神色相对轻松 快速投完票 就要离开现场 对于下午会不会监票 没有透露 但既定行程会继续跑 没有受影响 对吧 就我们当然是平常心 就是说该做的事情 还是要做 世权委会说 投票将在四点结束 监票唱票 持续到晚间六点 初估就会有结果 投票民众越来越多 台中阴天 没有太阳 陈柏维跟罢免 两派阵营 各自投完票 就等晚间结果 见分校 TPBS新闻 黄国军陈宏毅 红彩 红彩 许游详 SNG小组台中采访报道 市政话题也跟民众的便利性有关 北北基不是一日生活圈吗 那么这件事情啊 台北市长柯文哲有意见 说金融捷运这件事情 就是场骗局 因为金融捷运 近日将确定路线 部分的路段 是跟台铁脱钩的 就是没有来重叠 那么现在经费也暴增到 425亿 带你来看分析报道 金融捷运6年无变 2017年蔡英文总统称 赤资80亿元 将金融轻轨纳入前瞻计划 而去年又拍板升级为 中运量捷运 预计花300亿元 这一年间没有动静 却在21号有重大转变 原先规划 金融到南港一路通跟台铁共用 但最新路线几乎确定 八堵到南港与台铁脱钩 也将结合新北的系东线 不过八堵到金融这段 则还没定案 最新方案预算暴增 预计花425亿元 苏院长也知道要多沟通 因为确实引来批评 台北市长柯文哲才怒轰 基隆捷运市场大骗局 隔一天脸书拿蔡总统图片 继续呛 这也让基隆大家长开酸 我想柯市长不要见不得 戏子跟基隆好 那柯市长自己不要忘记了 在之前他最早曾经讲过 他要把这个台北的板南线 直接拉到基隆 所以基隆的捷运怎么会是一个骗局呢 相较于基隆台北有火药味 新北市长侯友宜对于未来是否交由新北营运 说只要由共事新北该承担的都会扛起责任 而被视为下一届北市长可能人选的蒋万安 对此也有意见 基隆捷运其实喊了快30年 我想这部分还是希望能够好好坐下来谈 审慎的来沟通跟讨论 基隆捷运涉及北北基三市 交通部拍板了 但三位首长各有立场 TVB新闻话哨品离庭台北辞房报导 差不多最新的治安话题 这是发生在高雄一辆自小客车闯红灯 所以被袁警盯上了 袁警要他停下来交出证件 但是对方不配合同时连撞五辆车 所以袁警拔枪对空鸣枪开了三枪 最新状况交给资深记者佩文 警方巡逻发现前方的小客车闯红灯上前蓝茶 小客车驾驶蓝长不停 因此警方对空开了一枪 没想到这个小客车的驾驶 想要加速逃离现场 于是警察再朝他的左前轮开了两枪 只是这小客车呢 依旧不停 最后呢是倒车想要冲撞警车 另外呢也造成了三位机车骑士倒地 接着小客车随即逃离了现场 这个状况是发生在今天上午九点左右 在高雄市的三多一路上面 这辆小客车驾驶闯红灯 警方要上前蓝茶 没想到他竟然拒绝还加速逃逸 目前呢警方已经锁定了车牌号码 现在以车追人 要厘清赵氏的驾驶到底心虚 为了什么事情 让他不顾一切的赵氏逃逸 以上是因为掌握到在高雄的状况 时间换给棚内 还来关心远景之情其实是有风险的 这一段画面呢是在这个新竹的竹北的这个路口拍到 远景那个时候去拍车门 企图唤醒睡在这个车上 车停路中央的驾驶 但是对方猛踩油门企图冲撞远景 一看上头的驾驶居然睡着了 怎么敲门都没反应 继续叫拼命喊终于醒来 但他上秒居然踩油门想冲撞远景 随即呼叫线上紧往前来支援 驾驶这才发现事情不对 情绪有点失控 乱推乱挤还把远景秘路漆拍掉 最后仍然被远景团团包围 尚靠逮捕 事情就发生在14号下午4点多 新竹竹北光明六路冬二段快车道上 警方获报到现场发现男子在驾驶座呼呼大睡 被叫醒后情绪激动大声咆哮 还用恶意言辞羞辱执行远景 没戴口罩 卷起袖子远景手臂一大块偶吃 就是在压制过程中被男子弄伤的 男子被带回警局爱车也只能请脱掉车来协助 警方调查他没喝酒 但大白天为什么会睡到不省人士 影响到大批用路人 还导致远景受伤 行为实在太脱续 TVB新闻 陈世民 徐云霆新竹报导 警险火警发生在彰化河美的车库火警 画面中你看到这辆的休旅车 不明原因自然 当时主人不在家 民宅地下室车库冒出浓烟 消防队员破门抢救 铁卷门一开 车库看到熊熊的火光 地下室的天花板蓄积大量的黑烟 不断的滚动 好吓人 车库里亮火烧车 消防队员拉水线灭火灌救 这是彰化河美的一处社区 23号凌晨一点多 偷天坐地下是车库火烧车 静止中的车辆 十年车零的休旅车 半夜烧了起来 该屋主表示 该车辆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行事了 确切的起火原因交给我们县市人员调查中 火事串生到上方民宅 失火的这家屋内没人 门窗紧闭 浓烟不断窜出 市区住户纷纷跑了出来 屋主说房子出租 房客最近不在家 还好发现得早 火事很快被扑灭 没有人员受伤 但是数日没有开动的车 怎么会自己烧起来 车主是不是有另外加装一些 不符合安全规范的电子设备在车上 线乱走产生这种自然的现象 或者是说被小老鼠小动物跑进去 把电线咬断 修车师傅说停放太久的车 自然最有可能是线路改装过 或者老鼠咬破了电线造成了短路 这件车库火烧车没人在家 怎么烧起来的还有待鉴定报告 TBS新闻陈志中吴淑平张华报导 还要来追踪的就是黑心中药到底卖到哪里去 画面上你看到这些的这个照片 都是刑事局的远警查获的 视线的起因是有人报案说 屏东万丹铁皮屋冒黑烟 去查才知道原来是地下的工厂 违法提炼中药超过30年 卖到全台湾超过50间的中药行 工厂外堆积一点又一点 准备拿来当柴烧的枕木 二楼还设有玻璃屋 检井借货报案 说房子冒黑烟疑似在烹煮药材 调查人员乳内追查 发现是一家无照制药的地下工厂 当场查扣未经许可加工制成的 卷茯苓及生熟地片 总共70箱的中药 还有生产机具 附近居民经常闻到 熬煮中药材的味道 业者却拿出贩卖许可证喊冤 表示登记为仓库的铁皮屋 绝无违法制造 而是在杀菌 调查人员表示负责经营的菜市兄弟 从大陆买进中药材之后 直接在铁皮屋内加工包装 透过设在高雄的生技公司出货 由于设备简陋 卫生环境不佳 让人忧心 初步清查 他们铺货的据点遍及全国 大约有50家的中药行 经营超过30年 不法利益恐怕在千万元以上 但业者否认 来源不明的中药 恐怕有重金属残留 吃多了对身体有害 调查人员质疑业者大赚黑心钱 正进一步追查尾要的流向及 甲族金流情形 TVBS新闻叶凤达 评冬报道 还记得反声音现象吗 在2016年那一年出现了暴王残留 台北市的阳明山也下了雪 那么很多人说 最近这几天 北台湾湿量有感 低温都到20多度而已呢 那么其实今年也有反声音现象 专家的论述观点 带你来看 走在美国加州洛杉矶路上 抬起头万里无云 大太阳照顶 一丝水气都感受不到 这样的天气 可是已经持续好长段时间 今年就是印象中有下雨的日子 大概就是两天吧 跟前几年比起来 的确是没有什么在下雨 然后气温的部分 一样都是很热 气候变迁极端再加剧 今年是加州百年以来 最干旱的一年 州长在19号延长干旱 紧急状态声明 增加了之前被排除在外的八个线 洛杉矶就是其中之一 只是这波噩梦恐怕还没完 反声音现象再发挥 将连第二年卷土重来 反声音它是在赤道东太平洋附近 海温出现偏冷的一个现象 它就会扰动我们全球的天气 或气候的形态 所以就会出现一些异常的 比如说干旱或是暴雨 或者乃至于高温 或者是低温的一个极端天气事件出现 根据国际气候研究所观察 反声音现象在过去几个月 已经成熟发展 从观察赤道太平洋海面温度 低于平均值 预计反声音现象将持续 北半球整个冬季 并在明年3月到5月间结束 不止美国加州 南美洲 巴西 阿根廷等地的干旱恐怕都将更严重 让已经受创的小麦 玉米 咖啡 大豆等农产品生产再受打击 而出产大量棕榆油的印尼 洪水发生的几率也增加 进一步推升 物价上涨 我们现在国内民众感受到通膨压力 最主要是输入型的 也就是说进口的大宗物资 原物料价格持续上扬 而这个反声音现象 其实会让农产品的生产等等 再受到冲击 因此会让这些相关进口的大宗物资的价格 要进一步走深 所以说基本上就是会让这个整个通膨的现象 雪上加霜 此外呢 因为这个气候变迁导致这个冬天的这个气温呢 急剧的下滑 那也会让这个能源的需求增加 气候与全球经济紧紧牵动 而汇集各国的预测 照理来说 反声音现象替东亚冷高压加持 该往下掉的温度 平均来看却没有这么明显 台湾气温更是位于历年平均之上 有没有冷空气下来 有 但是不要忘记 基本上我们除了考虑反声音之外 还要考虑地球发烧 两个互相拉扯的力量 当然目前从各国的电脑模式的预测显示 我们亚洲区域 还有台湾附近 目前看起来的这个冬季的温度 大概是以正常到略偏暖的机会比较高 偏冷的讯号目前看起来相对是比较低 看似松口气的气温预测 却又领藏另一个全球危机 面对气候的变幻莫测 从日常感受到生活经济 你我都是局内人 纪维新闻何佳阳 从越台北采访报导 珍惜的车祸事件带给大家一个机会教育 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宜兰这名小六学生疑似违规穿越马路 遭小货车撞倒碾过 伤势非常严重 因为有多处的骨折 讯息掌握交给记者李一如 一如 好的主播 画面上可以看到一辆小货车准备前进左转 不过车轮底下居然卡着一名男童 现场触目惊心 货车赶紧停车 来听一下稍早的访问 事情发生在昨天下午4点多 宜兰有一名小六学生放学 沿着泰山路走路回家 准备要过马路的时候 疑似没有走斑马线 小货车驾驶从巷子内出来左转 疑似也没有发现到男童 直接撞上 吓得驾驶赶紧刹车下车查看 救护人员货报赶紧抵达现场 将学生送往医院 男童肋骨盆受伤 还在家户病房观察中 还好没有生命危险 远警初步调查 火车驾驶没有酒驾 详细照折还要理清 以上是宜兰掌握的消息 我们来看相关的疫情掌握 特别是在这个疫苗的接种部分 越南政府已经承认 包括我国在内 72个国家 以及地区发行的疫苗护照 那么如果您是已经完全的接种 或是有这个接种的小黄卡 相关的证明就可以来入境越南 新规定下个月就要来实施 交给记者吴轩彤 台湾的疫苗覆盖率是已经来到了百分之六十六 那么很多人就想问到底什么时候才可以出国 那么已经在21号越南公布的 他们是开放了72个国家的疫苗护照 其中就包含了台湾 他是说如果你这个72个国家 还有地区要入境的话 你如果能提供出疫苗护照 接种证明或者是完全接种两剂疫苗的话 就可以隔离期减为七天 而且特别的地方是在于说 过去台湾的疫苗是有AZ BNT还有莫德纳 而这一次是把高端也列进去 所以如果你打完高端也是可以入境越南 而且在11月的时候就会来做实施了 那么他们的这个越南发言人 他也说到了台湾在这72个国家的疫苗护照里面 他是占第48位 如果有小黄卡有相关证明就得以入境 而高端疫苗也是全球的第四个公开接受 打完高端旅客可以入境的国家 那么其他的三个分别是哪里呢 第一个就是这个帛琉 如果你是打第一剂接种疫苗的话 你也可以进到里面 那么另外两个是比较严格的 一个是印尼 另外一个是纽西兰 则必须要完整的接种两剂疫苗才得以入境 今天我们国内本土加龄 那么也来思考 是不是跟很多的国家一样 纷纷的放弃清零目标 要来选择与病毒共存呢 两个国家的案例提供给营救参考 纽西兰跟南韩的防疫新规定 再请教选投 国际疫情现在是受到了控制 只不过部分的Delta变种病毒 还是侵扰着一些国家 我们现在就以这个澳洲为例呢 他们现在就深受着Delta病毒所苦 他们的最大城奥克兰呢 现在是已经实施封锁 66天的时间这么长 原因呢就是因为他们在10月22号的时候 单日新增是来到了129例 是他们疫情以来的最高峰 所以呢也让他们的防疫措施 是被迫要从清零转变成 要与病毒来共存 所以呢他们的总理阿尔登呢就说 如果这个封锁禁令要解除的话 至少要等到全国的这个疫苗覆盖率 是来到了90%之后 才会来做考虑 另外一个要提到的就是 我们的邻国韩国 他们现在呢是已经要展开与病毒共存的第一步 预计呢在下月的时候呢会启动 这个分阶段的恢复日常生活 首要呢先要做的就是要解除这个餐厅 还有咖啡馆的限时营业措施 再来呢他们针对这些高风险场所 你可以去 只不过是要提供这个接种证明 完整的接种证明 那么如果呢你是打完疫苗之后 会有不舒服或者是不适应症状的话 也没有关系 因为你只要能提供48小时的阴性证明 就等同于完整接种疫苗 好来看到就是英国 说最近疫情升温 当中啊特别是这个二次感染的患者人数明显增加 甚至出现了第三次感染的病例 那么假设没有打疫苗的话 在这个相关的感染的基转 是有怎么样的一个研究 继续请教全头 好目前全球呢是已经有2.4亿的民众确诊了 那么有不少人当然都已经恢复好 但是要确定的是 你康复之后就不会再感染吗 这情况是未必的 因为以英国为例呢 他们现在就出现了越来越多 他们是感染之后复原 又再度第二次 甚至是第三次的感染者 我们透过英国卫报呢 可以看到他们的新数据发现说 现在没有打过疫苗的人 你平均16个月 就会再度感染一次新冠肺炎 另外像他们的英国国家的统计局 也从去年7月到今年的9月 这一年多的时间呢 他们是算出在英国的部分 是有2万多个人 他们是有290几位 都是2度或者是3度的感染 可见这个感染率 再度感染率是来到了1.5%这么高 所以他们到底是怎么会有这么高的数字 原因呢 其实可能跟这个Delta变种病毒 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只不过现在还要更多有利的证据 而在国际上的这个医学期刊 刺割针呢就表示了 如果民众你持续不防疫 或者是你也不打疫苗 那么你普通人来算的话 其实基本上每3个月到5年 就会再感染一次新冠肺炎 显然现在疫苗 还有这个防疫措施 是需要同步进行的 我们来认识公办公营的实验学校 杨明湘的胡天国小提倡农根 教孩子们学习选择 练习照顾自己 五六年级学生换好雨鞋 全副武装整队集合 准备下田 好的 现在往后退 拳洗袖子拿着秧苗 跟着老师的步骤 开始插秧 不管手上 衣服上 甚至脸上都沾上泥巴 孩子们依旧玩得超开心 小朋友来检查一下 哪里比较少 秧苗再把它补上去 一年一度的插秧课程 是让小朋友可以体验 当农夫的乐趣 这是胡田实验国小的实验课程 而实验教学的主要精神 多数就是以探究实作为主 让小朋友用更活泼的方式来学习 这边有很多 从培育一株小苗到插秧 最后收成 一整学期要教会学生们 感受一厘米的价值 这是实作课程 也是实验精神 而到底什么是实验教育呢 跟一般教学差别又在哪儿 这个阳明山这个大自然 就是他们的教室嘛 所以我们阅读 我们也会带到外面 櫻花树下去读书 如果说你的课程内容没有改变 那你照原来的教 也一定没办法吸引小朋友 所以我觉得实验教育 其实就是 老师也要翻转 那学校也要翻转 其实就是把很多教育理念 透过这样一个法令的结构 让我们实验看看 实验什么呢 实验实作的学习 适合比听讲的学习来得有效 音声在阳明山上的胡田国小 一个年级只有一班 学生数不超过一百人 教学竞争力 比不过都市型学校 但因为有了地理环境优势 这些孩子们的课堂上 多了不少欢笑声 让小朋友不再抗拒上学这件事 其中考的评量方式是以 平常的日常表现 还有你的阅读能力 然后老师 比如说国语科 老师会用朗读的方式 来测验他们是否了解 或是认得这些字体 英文的部分也是做对话的部分 还有朋友字卡 然后玩游戏的方式来了解 孩子是不是已经理解程度 到90%或80%这样来打成绩的 要把它塑形回去 所以你只有六秒的时间 一直把它往里面塞 带着麦克风从饼皮的制作 再到放调味料煮菜一一讲解 校长亲自教学 化身为家政老师 两年前开始 为了将西山国小 转型为实验国小 且计划送审 校长还有各科老师 也都要自学十八般武艺 开辟教学新思维 OK了 继续 发挥创意巧思 制作棉花糖披萨 外层烤到焦糖色 成了最烤的口味 妙被分食 好好吃 午餐自己动手做 校长为了编排课程 更是沙飞苦心 目的要让学生们 更能从实作中学习独立思考 就是学到比较独立吧 自己种菜啊 自己煮菜啊 之类就有很多在其他小学 没有办法做到的事情 我学校会发展特色的教学 然后还有 我觉得重视孩子的生活吧 就是生活中的学习很重要 好的 来 过来 观察一下除了客套还有什么 不要 来 陈远欣 教学生分辨出溪流中的各式与种 不再只是职上谈兵 实验学校顾名思义就是在教学设计上 实验出一套新的互动模式 制度也与一般学校不太相同 每个学校也有各自不同的实验教育方式 我们在课程上做了一个很大的翻转 我们国音术基础学科没有做实验 那除了国音术之外 其他都是因着学校的在地的一个特色 或者是学校一个发展的脉络 那在12年国教里面 他最期待要改革的部分就是 学生的学习 那是跟他的真实生活情境是结合的 那这样的学习对孩子会比较有意义 实验教学呢 从小学衔接到国中 像是新北市这间平民国中 已经试办实验教育两年 在新的学年度 就要正式转型为实验国中 而课程内容也主要要与在地文化做出发 像是今天这一堂课呢 与地方创生团队合作 要带小朋友到茶博馆做设计学习 好 同学我们等一下要准备出发咯 然后呢 我们等一下要去茶博馆 走吧 我们出发 走 走 带领学生进到茶博馆后 开始分组讨论 构思设计主题 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吗 蓝扇 蓝扇 好 对 就是我们之后会完成的一幅画 先是到茶博馆观摩 最后蓝染成品也会在馆内展出 平邻国中衣衫爆水 有人文也有在地文化特色 茶叶是平邻根本 把学校与社区紧密结合正式实验课程中添加的元素 那我们也希望说我们孩子的学习不只在学校 能够有个社区跟社区有更多的互动 那甚至于能够为社区做一些事情 所以在课程实验的区块 其实我们也大概两年前慢慢跟我们地方的文化工作的团队一起合作 那我们长期以来呢一直有在跟平邻伯中国小合作 我们希望呢这是一个在博物馆里面的教室 作为学校教学的延伸 2014年11月实验教育三法完成立法 公办公营实验学校也开始蓬勃发展 从104学年度全台实验教育学校包含公办民营私立 一共11所5331个学生 到了108学年度全台已经增加到90所实验教育学校 学生数17725人 到了109学年度将达到104所实验教育学校 国小有71所 国中高中分别为24所和9所 短短不到10年实验教育快速成长 那家长如果对于一般的教育呢 他有所怀疑的话 他当然很希望能够进入到这个实验的学校里面去试试看 这是第一个原因 就是资源的增加 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实验学校的老师啊 他们是要先经过投票的 也就是说他们愿意来办实验教育 很多的家长认为 这一类的学校的老师呢 他们是比较有创意的 而且比较愿意付出的 那以我们家长来讲 当然我们希望我们的小孩子是在一个均衡 而且是适性的一个环境下能够成长茁壮 我们希望我们的小孩子除了国英数学科强以外 未来出社会以后 他能够有更强的这个社会力 生活力 从版书教育延伸到教室外的学习 实验教育秉持着实验精神 最重要还是得找到适才适性的教学方式 才能真正发挥教育精神 TVB的新文化政森 刘一军台北新北采访不懂 下一届的台北市长热门人选 同台畅聊毛小孩 好 久不过今天台北市副市长黄珊珊 他跟立委讲完两个人同台来参加宠物的活动 不过大家相当关心的是 因为他们过去互动呢 似乎不是很多 但是今天在这一场活动上面呢 意外让他们找到他们有共同的话题 我们来看一下他们两个到底是谈了什么 好 因为他们两个都有共同这种都有养狗的经验 所以今天是小小谈了一下他们养的狗 不过今天看起来他们似乎他们唯一的话题就是这个了 因为在这个柯文哲他是首度表态要挺黄珊珊之后 感觉在这场活动上面他们两个人是按资个角力 不过今天这个活动看起来比较像是黄珊珊的主场 因为主持人一直跟这个黄珊珊谈这个动保 还有台北市的这个市政这个动保市政的议题 但是他们也被问到了在柯文哲表态挺黄珊珊之后 是不是两个人这个互动会更尴尬 或者是有一些私下角力呢 不过他们两个人都很有默契的对外说 其实这个选举还早也是也不是最重要的 重要的是他们希望大家可以专注在这个政策上面 讲话说希望大家可以重视动保 黄珊珊也同样说希望大家可以专注在这个活动上面 主播 美国总统拜登的美国护台说 在两岸掀起波澜交给记者宛柔 美国总统拜登在21号被民众问到说 如果中国大陆攻击台湾的话 美国是否会出兵防卫呢 这拜登听到以后并没有想太多 马上就回答说是的有承诺会这样子做 而这个消息传回到台湾来之后 马上也引发讨论了 像是在立法院国防部长邱国正 马上就被民进党立委庄瑞雄给问到了 邱国正怎么说呢 他说原则上呢还是期望自己的国家自己走 但是举凡若对台湾的国军备战 以及国防安全是正面的话 他是乐见其成的 那么再来看到我国驻美代表处的前政治组组长赵一祥呢 他就认为说呢拜登是说出了他的真心话 而且有三个理由 一个是因为拜登是坚持民主自由价值的 再加上他相信美国的实力 另外就是拜登对台湾可以说是非常关注的 不过台湾看起来是蛮振奋的 但中国大陆可这不是这个样子 像是这大陆的外交部以及国台办呢 是纷纷向美方喊话 他们敦促美方说呢 希望美方可以恪守一个中国的原则 并且不要向台独发出了错误信号 另外也是呼吁美方呢 不要站在14亿人民的对立面 另一位江启臣对蔡政府提出最新质疑 宛柔 蔡政府常常被诟病说花了很多钱在大内宣上面 那么立委江启臣更进一步指出呢 现在的总预算上面呢 这个媒体政策以及业务宣导费呢 是有18.6亿元 但其实才不止这些钱呢 实际上是有553亿元的行销费用 藏在各单位的基金里面 俨然成为政府的金库 江启臣更进一步举例说 像是交通部观光局以及内政部呢 都有这样子的情形 所以他认为呢 应该要逐上揭露这个钱呢 到底用在哪里 而不是用行销费用四个字 这个大帽子盖上去就想要掩盖过去 不过行政院长苏贞昌是回应说 听起来这个钱好像很多很好用 但才不是委员想的这个样子 不是那么简单的 因为呢这预算经费的动支使用呢 都还是要通过立法院的监督 以及审计部的决算 那主记长朱泽民呢 其实昨天也在场的 朱泽民则回应说呢 像这行销费用 为什么不能跟媒体政策及宣导费用 放在一起呢 他说呢是法规不允许的 另外关于媒体政策宣导费用呢 到底要不要标清楚广告还是新闻呢 朱泽民进步说呢 其实在预算法修正之后呢 今年六月就已经告知不行 我们国内新生宝宝一出生就负债 继续交给宛柔 尽管蔡政府一直强调说呢 他们不只举债也还债 但实际上呢 每个人背负的债务还是相当高的 这省计长陈瑞民呢 在立法院就指出呢 如果以中央政府一年以上的未偿债务余额呢 统计至去年年底呢 有五兆五千三百七十四亿元 但截至今年九月底 这金额又更高了 已经来到了五兆六千八百九十八亿元 他们预估说呢 到今年的年底呢 也就是一百一十年底呢 政府的未偿债务呢 将突破六兆元呢 这数字真的是相当的可观 而且根据财政部的国债中显示呢 现在国家的负债呢 已经达到了五兆八千四百四十八亿元 换算下来 每一个新生额呢 一出生他就得背负二十五万元的债务 这也让国民党立委李贵明认为说呢 这个今年光是政策的宣导费用 就达到二十亿元 比过去还多了四倍 到底现在政府有哪一些钱 是用在建设上面 还是通通用在大内宣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 全新YouTube频道 TVBS 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小铃铛 请订阅并开启小铛